今天呢 是我在大同的最後一點 我要跟各位報告 是 你們一定會覺得很意外的事情 我要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今天呢 是我在大同的最後一點 為什麼 我告訴你們 不是我沒有辦法把大同做好 我承諾在一年之內讓大同公司 出現不一樣的樣貌 我不是做不到 也不是我不願意做 因為 在上個禮拜一呢 大股東 五點鐘 下午五點鐘 找了我 他跟我說 他說 他們要更換法人代表 我說為什麼 是我做得不好嗎 還是我做了違法事情 還是我什麼地方不對嗎 他說沒有 沒有 那我說為什麼 他說 時空環境不同 這句話 我聽不懂 在這五十天之內 有什麼時空環境不同 只有一個不同 因為美國總統 從川普要換成拜登 台灣沒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 更換法人代表 更換法人代表 我不清楚 我也聽不懂是什麼原因 但是既然我是法人代表 我也沒辦法 我只能接受 所以我在 這一個禮拜之內 我要趕緊把 手邊的工作 做一個結束 安排了很多的客戶 同業 的拜訪 像昨天本來要到 台南去談 綠能的合作 所以我昨天只好把它取消掉 再過去這一個禮拜之內 我必須要好好的處理 我沒有告訴同仁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都是不清楚的 因為我怕影響他們的工作情緒 所以 我就自己忍著 慢慢把工作結束下來 那跟我來的人 有兩位 一個是我們的總經理 一個是財務長 所以我也不知道 要跟他們怎麼說 還好 總經理跟財務長 他們都 體諒 諒解這個狀況 他們 兩位 都同意跟我一起 離開 今天早上呢 他們兩個已經把辭辰送到我桌上 我已經批准 所以 我要跟各位報告 非常的抱歉 我已經盡了盡力 該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我很認真在做 我沒有對不起 我們的股東 我沒有對不起我們的員工 但是我還是要跟我們員工說 抱歉